嗨大家好 有也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什么分享 那么今天我将会分享三样东西 样东西就是钢铁骨 钢铁骨的同时我也会分享一些关于建筑骨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实战方面 然后拜师拜师也是蛮多人讨论 所以最近也有一些片子也是蛮多余下 然后他们是超人家 没有那种叫做自己创作的本性 这种拜教这种师父你就很可悲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超人家的 你学不到东西三分钟带到你去 不该去的地方 好那么现在来我们就看下钢铁骨 钢铁骨方面我们就看下Angelo那边 Angelo之前我在 4月17号的时候的那个有讲解 或者是还之前不能在哪里也是有讲过 ok 总之那Angelo是其中一个 然后我也是有制作video 在这一天的时候就是 4月13号的时候 我在制作video我已经提醒了 有会发生流行的可能性 在这两天还没有知道中 UMA就是unusual market activity 就是不群常的交易活动 的时候就是那个菩萨发给这个公司的 ok 我就大概已经 大概觉得感觉到不大对峙应该发生 结果真的发生了 然后那个video你也是可以找回去 也是有证有评有据的 我不是随便讲的 因为这个 那时我是想做那种波乱交易就是赚一些钱 就是减少那个成本 大概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那时我有信心是拿到 在1.24什么卖掉哈 然后当天的时候大概是1.18 ok 1.18 这个我不是买很多 因为我是做容易容易进出我算过最简单的 就是在1000LOG 1000LOG 当然1LOG是100 所以还要加了100 那时100是这个算错了 ok 1.24 1.18 1.18 1.18再买来来来来 就加加差价了是 然后再乘1000 100就是啊 这里就是10万 那么我就还少赚了大概6000块 不就没有办法 就因为要制作video的时候没有这样多时间 ok 从最近的最新的行情来讲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 ok最低点到最高点的时候 大概就整成长了100% 这个从事我们也是看下昨天的交易乐跟之前呢 他形成了一个跳高缺口 跳高缺口这边就是1.21跟1.22 在这个情况之下是 如果他能普了这个他也是不排除 他会普了这个缺口才跳高 那么在这里情况我们可以看下是两个 ok 也就是他也有可能是上升 不过我倒是希望他今天普了缺口 那么再上升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一下这里 他会跌两天后一天 两天一天两天一天这样还是上升 这属于是非常强势了 ok 什么是强势股当我到这里讨论到尾段的时候 我会顺便跟你讲 然后也跟你讲解一些什么是弱势股 ok 那么我们还要看了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所谓的 他的另外一个 钢铁股 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里 这个股我们要担心的是因为 他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我们所谓那个加量的背离 ok 这个是股价这个是量交易量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股价越来越大 ok 这里是成交量在减少 如果今天成交量是蛮少少 还有越来少的时候 如果是400万的话 你真的要小心 好 一上升上升的话 那么不排除他就会调整 调整的发现发生的时候就好像这样 我真的是直线插水这种不好开玩笑 所以要见之见机行事 会不会发生 等下我们看实战的时候 ok 他当然也是有蛮多 还有一个是sdue那边 sdue你也是这也是钢铁的 你看那也是上升着 这种股也是上升着 还有另外一个蛮不错可以 什么的留意的 这个这个不过他现在不是进场的时间 我可以跟你讲 因为你看一下这里 加量提升 然后这个是大洋主 ok大洋主就是低开高收 在这里就有整13%的赚富 你看一下就是 因为他的股价低吗 他开是0.385 然后收是0.45 就是增值5分 5分方面呢 我们就看得到还是13% ok要简单一点的就看这边 这边的时候你看到这里是13 我易于除这个啊 剪剪脚 那个这个可色的时候 他就会换了 你看下来那这里 这里 ok这里change 43%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种啊 是上升 这里不排除会调整 好的 我们还是要去验证一下 这个今天是10号 等一下啊 然后不好意思也是蛮久 当你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是熟识了 那么 看 讲完钢铁股之后啊 我们接下来刚刚是看他的 要跟他们拿生意 最直接关联的 也就是 建筑股 那么建筑股方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是 这个建筑股 我也是同样的 也是在4月17号的时候 我也是有讲过 这个股是 出于上升三角形 也就是ascending triangle 你可以看一下 他现在是蛮不错 那今天他下下 啊量有大概是4.9啊 4.9的成交量 就是大掉这条线啊 ok 那么他 就可以再上升 他也有可能今天给你达到4.9 然后等下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怎样 ok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看了关键 你看之前也是有发生的加量提升 但是他没有确定 他赶赶给人家下 这个也是做太明显了 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见一步走一步 ok 这种这个股 我可以讲基本面方面 目前是 没问题好了 他的那个工程已经足够 啊 不止这个股价 会还会上升 那边初步股算 人家都讲5块半 我相信不止这个价位了 ok 至于会几时达到这个我不清楚 我是看到5块半是没问题 6块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看一下 ok 如果他再拿到那些蛮大老 像那个 啊 那个MRT2之类的 拿到几个工程 很简单 就轻松 很轻松 是6块以上了 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建筑股 WCT 这里也是有讲过 之前他是形成一个 tub and hand 这个是杯跟饼 饼 饼这边我们很很 尽量看看 他是出现一个十字星 十字星也是会 如果他今天是收一个羊猪的话 那么这里我们就称之为 Morningstar 找成之星 当然之前也是发生过垂直 不过很可惜 没有一个确认 也就是这里是收银猪 不是羊猪山上 那么他就 在做着这个会多了几久 不知道 不过你看一下他的交易量那边 他交易量至少要有2.4 明年也就是240万的成交量 看了这个我们当然还有看了另外一个 就是听论 听论方面也是可以看一下也是一路上 只是目前是调整着也是出现一个十字星 最近的股蛮喜欢出十字星 十字星方面你可以看一下过往的例子是 也是向上的 ok 向上比较多没有向下 还有这里有一个 所以我讲向上的几率比较大过向下的几率 因为你看看我们过往这边 出现了十字星他还是向上 所以我讲的这个就是几率 在这里的情况还是向上 不过就像出现这个 这个没有记错好像是大靠靠 就是乌云怪盖顶 好像是没有记错的话 ok 在这里 也是接近了那个 钢铁跟建筑骨的尾声 那么我还会跟你讲的一个就是强势骨 什么是强势骨 强势骨就是它的骨 你可以看一下是一直这样拉伸着 在强势骨的情况之下 所有的主力也就是 就是resistant不是主力 它会很轻易的突破这些主力 所谓的主力啊 resistant是没有的问题的 ok 然后当一个股出于落势 也是下跌的时候 那个股你千万不要去接到 因为所有的支撑点 也就是support不是support 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很小心 像好像这里这样 我两个大银 大银珠 在这种情况下量又不多 这种还会再继续跌跌 如果大银珠 就是buffet的那个爆量的话 那么它的底部也差不多是看到了 就好像这里看一下 也差相差不远了 这个底部的时候你看在这里 相差不远的底部对吗 没有错看这个 这里是大概大概这样跟你讲了 ok 那么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就看完了 我们就看去实战 实战法满单啊 就是要login这些website 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是用maybank的 andju方面 哇刚刚好ok 120了哦 现在是更加想下那边 跟你讲是 普了那个缺口 但是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反弹进去 还跌破1.21 ok 这怎么现在还要看下 他的开市价 他今天开市价 如果这里看的话是1.25 那么我们看一下1.25 是1.25 哦对1.25 在9.00 看看这紫色 这紫色就代表他的那个 在开市所成交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吃自己是银竹 这里面看一下他们最多是发生过往的 从这边开始算了 你看1个银竹 1个银竹 1个银竹 2个银竹 2个银竹 也就是说最多应该是会发生 大概是2个银竹 然后再发上升 就好像这边这样 ok 也是有可能的 这些东西我们就看一下 也有可能发生1个银竹 然后就上升 这种东西我们就看一下 不过这个股市目前是处于强势 至今已经流露 会飞到哪里去 我们就进步行事了 这里技术分析是这样跟你讲 ok 看你的图 啊 阅读那图的那个能力有多高 ok 看感慕大方面 感慕大有 哇 还接近了 不过现在4点了 4点那么现在350 就百千万十万百万 这里什么上位是百 应该是是lock size 是4个是lock 就是乘100 就是直接开始用百 开始算了 ok 在cending relation方面 你看看这300了 这300了 基本上是我卖出去的 ok 你看一下是10点13 那么这里是几点啊 成交就是18 10点13的时候 我在排过 然后我没有注意的时候 他就这样给人家卖掉好 我只是啊 自己的那个股票发行商卖掉 这点 因为 呃也是要留一点肉给人家吃 所以我没有吃的很够力 ok 因为我这里算是短潮的 这个我没有过账 这个是啊 在8月的时候买 然后今天卖卖完了 ok 也是当然不排除好 还在上上升到六 啊 4块6的时候 我 也是这样了 没有问题的 因为有赚就好 对我来讲 看到这样咯 这种就是所谓的实战 实战方面 当然我们就是要观察一下 我们会花一些时间 留意一下的波动 看下的排盘 很多人不知道 好像你什么是排盘 你看这里BuyQ跟小Q 如果你没有票的话 你要怎样做 第一个可以摆在BuyQ后面那边 或者更加低的价位 强势股 不是这样买的 强势股直接是买小Q的 ok 然后呢 上升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你满足在哪里的时候 你就Buy 你就在排队 在卖的时候 在小Q 当一个股在出于弱势的时候 我们直接是丢在BuyQ 没有放在小Q 要清楚知道 在什么股 当它一个股是属于强势 或是弱势的时候 买卖车也完全不同 很可惜的 外面的那些导师 没有跟你讲这些东西 我就跟你讲清楚 实战方面 真的是很多东西要学 你要去棺材之谷 然后要去了解 那个他们是怎样排断 还有那些散物的行为 还有去看下其他 我那些散物 他们全部跟你讲 哇这样 我一来到这边当初 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是经过一段时间 自己学习摩 摩擦 才会知道 还有看起来的 全部被他们放出 而且交易记录 然后自己摸索 才得到的这些东西 这些技巧是要靠累积的经验 但目前为止 我的经验是从大概四年 四年算多也不多 算少也不少 OK 不过我学习的那方面就比较多 OK 4.125了 这个很明显是 给人家 这个是应该是给人家吃上去一看的时候 不然可惜的 如果玩contract也是没有机会 卖到这个价钱 为什么没有机会卖到这个价钱 很简单 因为三点的时候 他就一定要催我这个金钱进去的 他帮我lock这了 我也没有 没有 没有东西可以做了 不过有赚就好 因为这里我赚一笔 因为他是0.15 就是小到最大数 上一升 0.005分 也是0.115 我就有赚了 OK 所以这种是很轻松的 有一些人还会跟你讲 哇 要很多钱就可以做到那种 赚一笔的钱 现在我都做得到给你看 没问题 这个是很简单 很轻松做得到东西 大概我这里就赚了 一餐的本餐 一餐的本餐百多块这样半了 很少很少 不会很多 OK 现在buffet那边也是蛮不错啊 好几十块就有了 大概是这样 我就赚那个钱就爽爽一下 没有问题的 OK 你看看这里还会在上升着 这个 你这个是蛮不错的 OK 也是有在 有在我的那个趋势分析那边 OK 我也是在写着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检讨目前的主持 这里就是我那边检讨这些股 OK 看每每每个月都归同的放心 除非是真的是还是一样的话 我就讲咯 不过这些会跟着趋势 改变到哪里去的时候 每个月都更新的 也就是我入门课之所以 我觉得还是要提改 因为真是太低了 像这段时间这样有做功课有留意的 也是大概可以赚到一些钱了 那么我们就看完这些实战方面 实战方面当然是很多很多东西 你可以看这些怎样加这些东西 每个blocker都不是不同 然后当然你要怎样加到另外一些 这里maximum是50个 这个是用maybank 红量也是一样的平台 OK 这些也是需要自己摸索的 OK 看了这个之后 然后我们就讲回拜师了 拜师方面呢我们当然也有看 目前很多人喜欢就排排屁股走人那种 对吗 OK 但是 蛮多人喜欢这类人的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再不然就是 签那些生死状很好笑 OK disclaimer 你只要你这 你有什么副作用啊 以我们无关 要你签那个签生死状很好笑 我遇到很多 也有三个 OK 然后他们真的是完全没有了理什么事的 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哇 再来上课 上课的时候你问就OK 上课之后你去问他 完全了都没有了理 而且是蛮贵的课程一下了 三万那种哦 我就上过了 不过就算了哦 这蛮 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再重新的探讨着 这种人我就慢慢的大概得到一只那种 拜师的那种技巧 还是你要找那些人一步一步教导你的 如果你有兴趣那些找这些人的话 或许我是你其中一个 OK 如果你还要了解更多的话 当然你可以来我的入门课 目前还是 188 你按这个 18不是188不好意思 下个月 不是下个月 六月开始我会提高100 OK 直到 三条8 OK 三条8的时候会 因为这个也算是低股 你看下我 我操作那种方式 就是有小有小的买大有大的买 小资金有小资金操作 大有大资金的操作 OK 这些方式我全部都 有理解过 因为我也是有不同的资金 在我手上那边 你看看那股票 那个 不一定是我的 我或者谁是 我是帮人家这样看一下 或者是我的你也不知道 OK 大概是给你看下那些实战的 如果要了解更多了 当然你就可以按 去按这个网 这个链接 OK 这链接就会 引导你去到我的 那个 那边 怎样教你怎样报名之类的 OK 这也就是 我会跟你讲 那师傅方面 如果要分的 这两类人 如果你要了解 我更加多的话 要跟我学习更加多的话 是 要初步接触我的话 你可以 来这里 我的路门客那边 OK 不会多也不会少 但他目前位置 我会看得到了 在这里 有大概32个人 OK 32个人 在 这里 你要更新一下 看下 还没有降价 还是32个 OK 在这边 我可以看一下 这边 你可以看一下 我 从这些Facebook那边啊 Facebook也是什么意思 OK Browse是大概是有25个 Safari 还有这个OS 不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Firefox Mobile Safari 就是电话的 Android的用户17个 Windows的用户11个 这个Macbook的2 两个iPad两个 在这里大部分都是来自马来西亚 OK 所以可以看得下 很多人都是 看看观望一下 与其这样 考虑考虑到后来的时候 到888的时候 再来 或许那时已经是没有机会 上我的那个 全部课程 因为全部课程 是有限制的 最多是300个人 高过三 就是超过 300个人之后 看一下情况 也有可能我会 直接收留位数 我也不知道 才会交人 算是可能是一对一 我也不清楚 看一下往后怎样走 A 现在开始 如果起来之后 我就不知道 这么再看这些东西 OK 当然我刚才跟你讲过的 要看的是那个 Herted之类的 OK Herted 这里就是直接可以打鼓 OK 如我所做的 中的 我刚才没有看到 是 不过这里可以看到 还是看的 OK 所以真的是调整着 OK 然后是 哇 百千万 十万百万 六百万 六百万 还好 一半了 OK 没有这样厉害了 干部大方面我们也看了 然后 还有看的是 Astil 看下Astil 那边也是不错 Astil 方面我们可以看 哇 还是不上不下 不过是开始是 呃 也是银竹 是在113那边 不过这里应该113 OK 在这里扑也是扑哈这个缺口 扑缺口是好事来的 至少哈 不会再回上到一段时间再回来 或是更加跌 现在帮你扑掉缺口 就代表他会更加快上 不过这里要注意的话 他就是这里有一段缺口 在这里 OK 缺口就在于 1.01跟1.03之间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OK 那就 看一下 他几次会扑的时候 大概或者是没有机会扑也不一定 在这里 看在这里还没完全扑 这里是过往 这里是 在4月8号跟4月11号 OK 除了这个 我们还有看的是蓝银的税也是讲的 然后 坚弄 坚弄方面 我还好还好 这个他是 出现了我们所胜的为 给养足 那这样继续维持 不够 他成交易量 不是百千万十万三十万吗 很少这个 这种交易量通常是不能维持太多 OK 没有整接近100万 还好这个他比昨天稍微高一点 哎 没有还没有收拾 还没有达到他的那个最基本交求 因为昨天四十 四十九万也是0.49明年 今天才0.32吧 OK 现在不过还有大概的四十五分钟 试镜里啊 当你们看完这个video的时候 大概这里这个也是收视的 这也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的那个走势看着你整个图那边 是在配合这里 我们再调整一下 看到这些买卖盆怎样啊 有没有装夹鸦票 你看这里是13个的是啊 是三个人排到这一千个 这里十个人这里大概是散播牌啊 这里就是我们算之为的鸦票 很明显哦 这个看这里 OK 就是那些大户比较多那些人排队排在这边压到很多里了 这里就是特地标啊 不要给他上来 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概这里了另外一个是WCT WCT我们看一下 OK WCT也是不上不下 哇这种工厂啊 不要搞到几时 我们可以看到哈 这个开始大概是1.67 就我们看一下今天收市 哎 不是1.67 应该是1.66哦 哎 没有哦 就是讲啊 他9点的时候他没有人跟他真 直到这里9.09才开始有第一个成交量 也就是那时才卖出去 维持一段时间 OK 也就是1.67 只要他收在1.68 OK 或者是以上 那么他就形成了我们的所谓的Morningstar 就是这么简单 OK 不过成交量方面 有整百万没有啊 OK有 这里是1.07 这里是1.09 刚刚好超过一点点 那么这里也是算是符合他上升的趋势了 好今天我们看一下这里到目前为止大概是有整 这样这些也是一些情报来的 看下这里是17分号 那么至少我所跟你讲的我是啊 现场直播给你看的 也不怕跟你讲之后 当然这个video我是啊 就是立刻做立刻卖书上啊 放上去 如果能看到的话 就是好 如果来不及也不用紧 因为现在4.17上到来也是OK 最后还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这个 是website OK这个你会跟你讲 你要去哪里找我 也就是这里 OK 我这里会跟你讲讲完怎样报名这些就是这么简单的OK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观众